继续带你看到台南汤德张公元的国父同像 去年因为该不该迁移争论不休 今天下午一群独派团体包车南下 以绳索合力将同像扳倒 这让国民党台南市议员相当不满 而号召拆除国父同像的公投护台联盟召集人蔡丁贵 被以毁损公务妨碍继续罪移送法办 晚上9点检察官讯后迟回 国父同像应声倒下 民众惊呼连连 独派团体公投护台湾联盟 22号下午专程包车南下 出动50多人到台南汤德张公园 以绳索合力将同像扳倒 不得奇门而入 他会躺在外面 但是任由在里面 被他们保护的这些报名 用麦克风不断在那个地方 在那里演讲 赶到现场的国民党台南市议员 与警察发声推挤 批评远警没有善尽保护职责 去年才号召守护国父同像 长达70多天的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 谢龙健更是怒不可遏 民主的可贵是 因为它建筑在法治的基础上 我们在这边强力要求 台南市政府要有肩膀 国父同像背后被喷了ROCOUT 中华民国滚出去的字眼 事发地点是纪念228受难者 汤德璋的纪念公园 228纪念日在即 历史的伤口让独派团体 忘了民主法治 却先栽进了意识形态的死胡同 联合报起手与郑维珍 台南报道